个人感觉是接替了德国成为了世界乒乓球的真正的中心 因为原来呢我们的运动员都到德国去打德国的俱乐部 有一段呢是包括这个王永刚去打这个日本的这个健身院的比赛 现在呢全世界的运动员基本上都盯着中国 而且我们中国的这个排名也都比较靠前 而且我们经济发展很快 也就是说国际平联也把大部分的比赛拿到中国 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市场好 同时有一方面有些比赛他在外国举行呢可能很困难 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中国的器材商啊包括这个乒乓球的人才 包括我们的这个观众的接受度 还有我们经济的快速发展都形成了这个 中国乒乓球成为国际市场的一个条件 漂亮 你看马林他这个变化 那这个0比3落后马上就反手上一下 因为前面根本没有反手拉很少 那现在朱石赫的已经比第一局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到他能消得住了 朱石赫无比领先 朱石赫无比领先 朱石赫啊在中国这个具合物比赛这几年里边啊 他逐渐总结了完全靠原来那种打法打他很难打了 对就消了以后再攻他这个威胁也小是这个限度长这个 这个 或者有时候把自己打乱 他现在呢比较注意加强主动进攻 所谓主动进攻什么呢就是前三板 嗯 他前三板也就是甚至像这个 攻球的这个意识 对 所以容易把对方打乱 一旦对方乱了以后我再搞点旋转 对方物理事物多 他跟马林呢也是这样 他总想凶一点 打乱马龙的节奏 马林的节奏 因为什么呢 因为马林打手就相当不错 对 所以他不让马林呢前几板轻易拉起来 你看前几板特别凶 对 所以凭档球就是这样 你呢想着以你的肠刻我的短 我也想刻呢 那在刻的过程中就是 主动拳 这个这个控制和反控制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他这个奥妙就比较多 同一板 第二板 这球拉的位置好 正好拉到了中路 马林呢知道这个 朱世贺在近台特别凶 想攻 所以马林的发球呢 有长有短的变化 另外呢就是说 尽量先上手 就前几板球把对方完全当作攻球来打 你看 一般对销球可以撑一板 可以吊一板 或者是搓一板 都行 他呢基本很凶的 是的 那马林刚才在落后的情况下 打得非常好 打出个小高潮 把比分现在已经捞回来了 而且还领先 拉直线 看这个线路的变化 就是突然性比较强 引力性比较强 所以跟马林打球呢 你就不知道他要往哪去 扶了个发球 这小高潮打得不错 一上来朱世贺是3比0领先 他现在反而被马林呢是 漂亮 漂亮 他说这本球发力以后啊 我也要骂 拉完以后 以为对方出机会 站着等着 结果顶住了 对方消息消息比较长 顶住了 他应该发力完了以后退下去 再上来 如果马林要赢了这场比赛的话 那明天这个时间 中央电视台还将现场